我们是不是被洗脑了 我们是不是在接受不加筛选的来处理一些事情 或者说我们想说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话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谈论多人们是在这些人的信息 中文字幕的信息 在这些人的信息 中文字幕的信息 与文字幕的信息 你不能说文字幕的信息 无法说文字幕的信息 与文字幕的信息 与文字幕的信息 你不能说文字幕的信息 有这种理想文字幕的信息 必须在每个小区的世界上的信息 它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奥特兴的幻想 因为军事物在社会的移动 风筝这个东西就是 它所展现的美好的一面 永远是在它有线牵着的时候 你把它放到天上 它可以自由地去飞翔 但是你一旦把线剪掉的话 那风筝马上会掉下来的 军事物它是一回事 都是要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它要把舆论导向一个积极跟正确的地方 而这个积极正确的地方有一个前提 它要符合这个国家 跟这个民族的基本利益 西方媒体不是自由的 这一点可以明确地下这个定义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about the mass destructive weapons in Iraq which turned out to be false and no one has taken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but half a million people has died because of the Iraq war 有一个 BBC的全球的制片 就是说那你回去也可以帮我们工作 帮我们拍一些片子 帮我们拍一些片子 我说比如说呢 他说你帮我拍奥运会 征地那些失地的农民 他们怎么有多悲惨 中国的黑小梅瑶那些工人 怎么被压榨压迫 我说你都看到过吗 他说我看到很多报道 我想象的 不论你是中国人 你是美国人 是欧洲人 是印度人 都可以接受的观点 他才会在世界上传播出去 我们来讲真话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法治节目 如果那个事情 本来这个事情是在解决的过程当中 你把它报道出来了 你这个节目会很受关注 可是你报出来之后 反而影响到 这个问题本来可以 正在解决的过程当中 可以完美地解决落幕的 你反而你的报道把它卡住了 我不知道正不正确 但是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认为 我帮我的采访对象 如果不能让他的结局 是变得更好的话 反而增加了这个问题 解决的难度 我不认为这是我应该去做的 我曾经在英国 在凌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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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人物业内 对东西 不接受的 中国人物业 在中国人物业 正在美国的人物业 在美国业中 没有人物业 正在美国业中 但平均和平均全都顺激 反正可能是一种始终的缺习 我认为是中国媒体和政府 主持人的关注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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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担心的财务 如果这种判断是判断的,我认为是好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